走半邊 又是一個安打的 站在上面跑著又輕鬆回來 這是一分接著一分 有點打破 比數來到了7比0 所以一打一就是投手的問題 而且是蠻嚴重的問題 野手的話都受傷調整 都還有機會回到打線 那你這個投手的問題 你不解決的話 分數就很容易被拉開了